细腻的工笔将孔雀及各类青鸟的羽毛描绘得斑斓绚丽 而人物化则是展现出古典侍女后宫嘉丽的柔美姿态 还有歌仔戏的圣诞角色 在她笔下也都栩栩如生 让人感受到陈丽雪对自然生态及人文情怀的深刻领悟 我们台湾的特有鸟类真情义类 像地质 蓝富贤 还有环景质等等 他们都是很稀有的 但是在深山才看得到 所以我也利用画作来表达对台湾这个土地 对这些真景义寿的推广 也是说把他们的美呈现出来 那人物化部分因为我从小喜欢看歌仔戏 所以我也画了歌仔戏的人物 那画我所爱是我最主要的作画的理念 所以我也画我的爱孙 我五个孙子都在我的画作里面 同时又仿古画 那欢迎大家对书画有兴趣的朋友们能够立临 陈丽雪从事工笔书画创作超过50年 今年适逢70大寿 特别举办书画各展 画作中的爱孙 还有陈丽雪的友人都到场祝贺 旗袍爱心协会的嘉丽们更带来精彩的旗袍走秀 为展场增添光彩 丽雪老师 她是一个个性非常的好 而且就诚诚恳待人 那么可以看她的家庭生活非常的幸福 所以她的画作里面有她的家庭生活 跟家庭的互动 孙辈的互动 也看得见她的家养一些动物啊 或什么 就是说我觉得她的绘画就是她的生活 然后她喜欢歌仔戏 所以她也把歌仔戏画进去 所以对画来说 对她来说应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很辛苦的画工笔画 但是却乐在其中 人家说以文会友 我们是以画会友 以书法会友 那就认识了很多的艺文界的朋友 我们除了在国内展出 也经常到大陆去交流 我们的作品跟大陆的 还是有一些区别 书法的内容 书法的方法 写作的技巧都不一样 那就是大家借这个书画来做交流 如墨传星2023陈丽雪书画各展 即日起到11月26号 在国父纪念馆三楼一仙一郎展出 欢迎对书画有兴趣的民众前往参观 感受公笔书画细腻雅致的美感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道